关注社区动态,欢迎收看大罗佛三分钟 傍晚好,我是欣颖 罗佛州从今天起正式进入国家复苏计划第四阶段 那为了确保商家和民众遵守标准作业程序SOP 罗佛州卫生局今天就派出32支执法队伍 到全楼实现进行大规模的执法行动 而在行动中,执法人员除了会要求正在用餐的时刻 出示接种电子证书之外 也会检查餐厅员工的Maisajatra应用程序的打卡时间 是否与上班打卡的时间一致 罗佛州卫生局长纳杜阿曼今天就亲自率队 前往新山士达热带商业区的餐馆和十四 展开突击检查,并在行动结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 由于今天是柔州进入第四阶段的第一天 执法人员现阶段只会给予商家和民众口头的劝告 不会动辄开法单 因为许多人还不清楚最新的条例 不过当局在持些日子再次展开行动时 就会直接开出法单 因此他提醒餐饮业者 必须确保在店内用餐的顾客都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与此同时,当局也会加强对餐馆和十四禁宴区的 执法行动 另一方面,随着旅游的全面开放 居卵线一些旅行社及旅游规划活动也逐步恢复运作 根据业者指出,在政府找钱云准跨州后 各县市内的小团旅客已经有所增加 如今海岛、酒店及景点等的小型配套询问度更是大增 有望重整居卵旅游业 那毕竟被关了这么久 很多人都蠢蠢欲动想要出门走走 不过目前出游的多数是小家庭或者朋友成团 多人的大团则还没有开始 相信有很多人还在观望的阶段 至于居卵长途巴士服务也逐步打破冷清局面 开始出现班次增加以及客满的情况 接着下来,柔州在进入第四阶段后 已经可以举办婚宴和宴席了 根据西加末的酒家业者就指出 婚宴预定的查询在一两周前开始有所增加 而尽管有的消费者还没有正式做出决定 但相信多数会选择在年底举办婚宴 至于工会社团方面 西加末中华工会会长刘靖泉受访时说 虽然确诊病例下跌 但在逐步开放后疫情会有什么变化还需要观望 如果情况许可 工会或会在年尾加节时举办小型宴会 另外,春秋慈善社主席兼西加末两广工会会长 和西加末华人机器工会会长廖义荣也透露 工会将开会讨论副办活动 不过宴会方面还需要暂时先观望情况 把镜头转到古来 加拉巴沙威找市集在停业将近五个月后 终于获得古来市议会的批准 在今天重新开始营业了 该早市在重开的第一天就迎来大约20%的顾客回流 古来饭商工会主席郑元唐就指出 该早市集有80%的档口已经开档 与疫情前相比,虽然人潮不多 但目前距离华人农历新年还有不到100天 接下来又将迎来圣诞节和开学等等 因此饭商们都寄望在接下来的日子 顾客会逐步回流 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